要起身拥有航空母舰国家之列 还要自主研发舰载机 让海上堡垒武力延伸 中国大陆追赶了许多年 直到九十年代末 尼米兹集超级航母服役 世界第一款三代舰载机F14退役 人民海军仍然是一支防御型的黄水海军 但大陆首艘航母辽宁号正式服役两个月后 第一架自主研发的舰载机歼15 就完成起降训练 而作为航空母舰的核心战力 舰载机能否快速起降 是平端这座海上堡垒优劣最主要的关键 就以降落来说 舰载机特有的拦阻沟 能否承受强大的降落重力 就是技术难题 飞机停下来挂在锁上 在100米内就要把这个能量 快速地吸收下来 而从航母上起飞又是另一道技术关键 尤其在电磁弹射技术 真正能够应用之前 战机引擎推力够不够强 机身是否够轻都是关键 这个技术应该说是一个国家 从制造大国 往制造强国 转备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漏津和时段 大陆首架舰载机殲-15的原型 是根据苏凯33型战机而来 并且融合了殲-11B的技术 主要特征就是配有俗称压翼的潜翼 以及为了航母上空间利用 可折叠的机翼尾翼 为了让折叠机翼和机体的连接 更加机密牢固 研发单位更创造出了一款智能螺酸 被称为殲-15的黑核机 代号飞沙的殲-15舰载机 与辽宁舰出海演讯的消息 每每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汉美军F-18大黄蜂战机的相互较劲 更是全球军务迷讨论的话题 而就在2017年下旬 殲-15将停产的消息 引发了军事圈不小的臆测 一般认为殲-15将升级改造再要进 到时会以什么面貌示人 也引发外界关注 记者廖一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